洗刷刷洗刷刷 哦哦哦洗刷刷 这位你上台呀就洗刷刷了 洗刷刷洗刷刷 哦哦哦 看来啊这位每天在家是不能洗碗的 是呀妈妈 谁说我在家里是不能洗碗的 那您啊为何洗洗刷刷呀 我是为办了一张健保卡 解决后处只有了欢喜 那我就不懂啊 您办个健保卡为何要这样洗刷刷呀 哎这您又不懂的 有健保卡我就可以刷卡了 快速便捷安全 能不上洗刷刷 哦哦原来 洗刷刷这首歌是为您所写的呀 这这这不尽所然 准确的说 洗刷刷这首歌是为整个卡的时代有起 啊不不理解 哎哎 请你把您的钱包掏出来看就能明白了 我的钱包啊你想抢劫啊 哎看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还得掏出钱包啊 哎这是什么 麦当劳的甜心卡 哎咋妹数一数看看您总共有多少卡 总共有十二种 看来您的卡不如我多 那您有多少卡啊 这么跟你讲吧 所有的卡我现在都有 蛤我不明白 您所有的卡都用过 这这这我什么我不明白 不然大家怎么会用我卡库呢 哦原来啊您啊是存放各类卡的仓库 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准确的说 我啊是收藏各类卡 研究卡线上的卡家 啊怪不得了 您啊是收藏研究各类卡的专家 嗯不得哟是卡家 哎呀我忘了这个词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它遍布了各行客业 如雨后的穿梳 的确卡丁又越来越滑 1915年信用卡的雏星 在美国的一厢百货商店 汽油公司产生 那信用卡是谁发零的呢 嗯是什么 啊据说啊1949年的某一天 美国的佛兰克麦克纳玛拉商人 在饭馆招待客人用餐 用完餐结账时 金翁旗带钱包呢 钱包旗带 没关系 给饭馆打张签条 嗯打签条 谁愿意啊 嗯那就让朋友先念过 待会儿回去再回给朋友 哎呀您好意思开口吗 后来呀这位商人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请他的妻子送现金来饭馆结账 好呀总算救了燃美之体 通过这次难看的经历 这位美国商人 竟产生出创办信用卡公司的脸 信用卡从他的诞生 对个人来说是诚信的代表 银行信用卡在全国开始盛行 1987年第一台ATM机在广东的珠寒落入 等等你等你刚刚说的那台是什么机来着 那叫ATM机 蛤?爱机的老母机 那是什么老公机老母机 这是银行存取款机的英文检查 哦我还以为是会生蛋的母机呢 不過,ATMG雖不難承擔,卻可以生錢 生錢?那太好了!我只能讓自己為我生點錢擁有 不過,這裡有一個前提 您必須到銀行的該機所辦理像這樣一張信用表 那這表明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進步 告訴你,只要您說出生活中讓我一件智慧,我都可以說出它 好,那好,我今天上班有卡嗎? 你現在上班都實行打卡制度,不是有卡 的確,我上班是需要打卡的,那我現在下班了 您現在下班,坐公車就需要公車 我不坐公車,開車回家 您開車回家,車子所消耗的汽油就需要刷卡加滿 我不坐公車,也不開車,走路回家 你走路回家,走到家門口掏輸藥酒 結果,門快樂,卡住了 好吧,那我在家做飯了 您在家做飯,就需要天然氣 要用天然愛惜卡來充值 我不信難不倒他呀 好,你就接人問吧 我去捐血 捐血需要預約卡,就連在國家的手套裡也有卡 由美國總統卡克,藏比亞總統卡羅 這肯定有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 很好,彼此雷彼,處處有卡 看來呀,我還真難不倒您呢 當然呀,不然大家怎麼會抽我卡庫呢 隨著科技的發展,有些卡會逐步的淘汰 到時候,您錢包中的卡就會少一些 請您這麼一介紹,卡在人們的生活中 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方便 就連小偷也越來越沮喪了 小偷也越來越沮喪了 有一個小偷忙活了一整個晚上 只偷到三十五塊錢 就聽外人們現在大量出行銀行卡 隨著攜帶的現金賞 小偷的生意也越來越難做 您說,小偷能不能沮喪嗎 唉,這就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優勢 那一個小偷在被調查之後 只聽到兩聲卡卡 警察發給他兩張卡 那是警察給小偷帶兩個手銬的 鴻日強 方君友 笑卡一直高